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是机长广播 我们的航班预计在三十分钟后 降落在鹿州国际机场 南京 你任飞行部副部长 不到一年就把队伍带得这么好 了不起啊 虽然是小小飞 但你也对了机长的样子 都够放机长的要求 飞行员队伍 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团队 如果人人都在课堂上这样做 怎么保持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 我理论考试第一 模拟机全优 所以我到底差哪儿了 我要向公司投诉 你的飞行部副部长的职务 先做停职处理 我发现 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远 擅自操作目无机长 你这是 在质疑一个机长的经验和判断 驻外期间下海进行高危活动 对工作 缺乏严谨的态度 对你做出停飞一周的处理 我从事旧岁到现在 整整十年 我都是跟飞机在一起的 现在连飞机都进不去了 你有没有想过 这是你自己的员工 自从做了他的教研 职业生涯的第二次处分 也快到了吧 安静 这次的支援行动 你真的是功不可无奈 我最近发现 你有一点点可爱 我原来一直以为 是南京在带 现在看来 你也在带吧 我希望在未来 成为最有担当的飞行员 我们的飞行员 是最优秀的飞行员 和平年代 作为一名名口飞行员 一样有意义